施盛节徒弟变连有多快 说出来 不能跟着好家 一会儿枪头草一边左一边右 你在人家活的时候 你就得告诉告诫一下 不要这样 往往很多的事情 不是果德杠如何如何 是他的粉丝 拉仇恨 在别的地方拉仇恨 给劳过找事 我今天我在直播间 说了一定要 尤其是现在 一定要理智彭军 你现在我觉得倒无所谓 现在属于弱的时候 现在是弱的时候 现在我就说 我就爱国的杠 我就爱读爱余浅 怎么了 怎么啦 但是粉丝们 钢丝们不能再惹事 因为现在 整是整治饭圈文化的时候 整是整治饭圈 你是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门里人 代表的是相声界的人 去说话 我也不是相声界的人 我已经好多年不说相声 但是毕竟你有屎门 对吧 你有屎门 所以你说一句话 代表相声圈里人说的 对吧 你不是代表的是粉丝 所以我可以说 我可以说 我代表我一波云天 我也不代表别人 你现在你砸杠的那么多 给国德杠 还怎么着 还造谣 还说人家处理一个什么什么 得云什么 什么玩意儿 对 对 我没看 我就给 我就给 太无聊了 太无聊了 你在业务上 打败不了人家 就全能品上 对不对 你正式到谦了 那个叫戏剧站 那个 到谦了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 讲话的 政演员跨界经上 不到五年信誉白广 奉贤提示 多次为账 满口胡言 让子弹飞到地牢天荒 话说各行各业 都有汇黄灿烂的 也都有吃不上饭的 尤其是跨界的 比如说 所相声的干买买 这事靠谱嘛 嘿 正好有那么一位 所相声的 干体育竞技员的生意了 结局那是 相当雷烟 请看实锤 由一位 一顾相声名价 史胜杰先生的 秃帝 曾在2006年 成立体育竞技公司 但是不到五年 营业制造就被雕像 而且更让人 触目惊心的是 营业制造上 竟然有过两次 告奉献 严重违法记录 和其他六条奉献记录 具体干了嘛 却得事 咱也不知道 反正我们群众 就明白一条 严重违法的 他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据说 这位还是一位 意境大使 经常在全国各地 讲庆受到 他对意境的了解 可以说是 大大操护藏烟 请注意 千放高能 你不要忘了 我是学周易的 我曾经说过这么句话 我不害别人 就是对这社会的贡献 所有的办法 我都会 所有的办法 就此为了 啃人 害人 怪不得 你屎娘 会用那么重的口气 卷你 管件事 你还累叫不改 你可得留点身 指不定每天 你师父 那可照把你带走 挡面教育 他跟原先的茶馆的老板 拍桌子走人 原来他有一个职业经理人 我们合作的很愉快 08年 汶川地震那年 就因为一次一演认识 后来我们就进张 演出之后 效果确实不错 原来人茶馆是没有相声演出的 他是原来表演茶道的 茶艺 然后开始卖票 一直到站的没地方站 或一年多时间 整个清理社在那个地方 整个就起来了 这个情况 大概持续有两个年多 也有四年 到后来我就发现 他开始四叠牵演员 牵别人 就是牵我 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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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牵人 告诉你 就是清理社给你们多钱 好 我再给你添多少 所有人都给我打电话说了 对 都找过一圈 全部找过我 说这个有这么个事 你注意点 做这个事 我就已经 那还是你这个团队还不错 我已经非常恼火了 一直到最后 确实有两个人签了 就每场可能多三十万钱 然后呢 我就非常之恼火 我当时就拍拖子了 我这两个人必须停 清理社暂停他们所有演出 既然跟你们签 就不是清理社人了 对 这茶路就觉得冤枉 我跟你们清理社也有合同 我跟他们也单独有合同 为什么 不行 你们也得演 他也得演 要不然你就 清理社团委约 每个月赔我一万五 还得赔钱 当时那合同摔的桌呢 我当时就撕了 我说我苗府身败名裂 不能给西安的项目界 开这么一个坏头 当时我非常高兴的是 全团三十多个人 除了那两个签的 全部跟着我们出来 就一块再创业 自己租房子盖啥楼 我们现在那个 我们那条街啊 业态是因为我们改变 就我们那条街 现在倒是都是卖鲜花的了 卖这个夜市啊 夜市的 就是餐馆的 各种餐馆 您可以看清理社 一二年进那的时候 这条街是卖墓地和花圈的 你们都赶紧到这边去 为什么 便宜啊 房租便宜 哇 这同志还是 还是这个什么 还是不行 不放心 哎呦 就在那等着哟 在那等着哟 但是鱼切儿是不能来 鱼切儿是 当时就鱼切儿说来不了 这位同志 当时在那等着 焦急 哎 当看到果德港 迈进巨场了 腿迈进巨场了 这位同志 终于 这个 放心了 哦对了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果德港 不能上台演节目 既然是公义的 不能上台演节目 只能说上台讲讲话 啊 这个没问题啊 只能是上台讲话 啊 我都见到你们 我很高兴 我很欣慰啊 讲了这些话 但是你不能言处 不能演相声 所以鱼切儿就没来 然后他当时看见果德港之后 他就拿着两件大罐 他说 郭老师 来 您串上这个 哎 果德港就串 他那儿也串 果德港 哎哎哎 你你这干嘛呢 我上去给您量一段去 多好的机会 郭老师 我上去给您量活去 咱个脸 在上面拉一段 他算个什么呀 他给人果德港量活 你要说93年96年 那行 对吧 果德港 骂也不适的事 那行 果德港 给您量活 你你你 你解不上怎么办 果德港连往哪放 果德港还会背景 结果果德港 当时正喘着大罐 就想往下脱 你要说你上台 你上去 我走 没办法 哎好 那那那那 上那那 上那那 太臭标 所以他打那次开始 就恨上果德港了 所以才会有 他大骂果德港那段视频 所以他才出来 夜狐这个外号 就是这么来 nice 关注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